一条黑暗的胡同里,东东正在跪地求饶,求你放过我吧,我真的没钱了,但是想混混却不相信,你爸不是大老板吗,怎么会没钱呢?多的我不要,只要你一百块,我立刻放你走。 然后东东就哭着说,我爸的公司倒闭了,所以最近我都没有您花钱,但是小混混依旧不依不饶,我管你爸的公司是不是倒闭,今天你要是拿不出钱,我是不会放你走的。 就在这时,东东发现巷子口站着一个人,于是东东拼命朝这边呼喊着救命,然而下一秒,这个人影就躲了起来,你小子想喊什么,那你根本就没人,就算有人也不会救你的。 说完,想混混又把东东狠狠揍了一顿,其实这个躲在墙角的男生就叫做小明,他和东东是同学,也是好哥们儿,小明刚刚本来是想去救东东的,但是又怕挨打,所以就放弃了。 回到家后,母亲看到小明闷闷不乐,就问小明,你在学校还好吧,怎么看起来心事重重的。 小明急忙解释,没事,可能昨晚没睡好吧。 吃完饭后,小明就看起了动画片《正义侠》,看到正义侠锄强扶弱的时候,小明就非常崇拜,他也想成为这种人。 可是小明很清楚自己根本没有执行正义的勇气。 这时,东东发来了一条短信,你为什么见死不救? 原来刚刚东东已经看到小明了,接着东东又发来一条短信,我要让你尝尝我的痛苦。 看到这条短信,小明整个人都懵了,怎么办,东东这是和自己反目成仇了吗?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,小明就发现东东没有来,然后班主人就宣布,东东因家庭原因已经转学了。 虽然东东转学了,但昨晚的短信还是让小明感到不安,担心东东会报复自己。 就在这时,小明被一位男子拦住了,正是昨晚那个欺负东东的小混混。 小明健壮,准备趁机溜走,结果小混混说,你就是小明吧? 小明很诧异,你怎么认识我的? 小混混笑着说,昨天东东给我说的,说你家比他家还有钱。 说完,小混混威胁小明,你明天拿一百块钱给我,不给的话,后果自负。 回到家后,小明就开始纠结了,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母亲? 告诉他吧,小明又怕母亲为自己担心。 不告诉母亲吧,这一百块要去从哪里搞来呢? 毕竟小明一天的零花钱也就十块钱。 对了,看看床底下面的旧箱子里还有没有钱。 翻开箱子后,小明找到了一个装压碎钱的红包。 可是打开后,里面空空如也,压碎钱早就用完了。 接着,小明又从箱子里翻出了一个金珠存钱罐。 咦,不记得买过这样的存钱罐啊? 不管了,看看里面还有没有钱吧。 小明将存钱罐的口子打开后,一边用力摇,一边心里默念。 拜托了,给我一百块钱吧。 谁知道摇晃几下后,一张百元大钞就从存钱罐里掉了出来。 哇,太棒了,没想到里面还真的有一张一百的。 第二天放学,小明就将这一百元交给了小混混。 钱已经给你了,可以放我走了吧。 结果小混混却更加变本加厉了,当然可以走啊。 不过明天你要记得给我两百块。 小明当场就傻了,两百块? 是的,明天我要请女朋友吃饭,你不会让我丢脸对吧? 小混混走后,小明整个人都郁闷了。 怎么办,给了一百还要两百,这样下去就没完没了了。 这时,一个男子被人从巷子里甩了出来。 甩他出来的是一位大哥。 这位大哥人高马大,一看就知道不好惹。 小朋友,看什么,快回家去吧。 小明见状,吓得塞腿就跑。 回到家后,小明又抱歉那个金珠存钱罐,求求你,再给我两百块吧,不然我明天就惨了。 说完,两张百元大钞就掉了出来。 这什么情况,不是做梦吧? 昨晚拿了一百元后,就将存钱罐仔细检查过了。 里面是空的,已经没钱了,怎么今天又吐中了两百块? 难道说这个金珠存钱罐可以变出钱呢? 于是小明抱着金珠喊了一声,金珠啊,金珠,再给我三百块吧。 结果这一次,金珠没有任何反应,会不会是每天只能使用一次呢? 小明看了看时间,还有几分钟就午夜十二点了。 小明等到转中后就又试了一次,金珠啊,金珠,再给我三百块吧。 然而下一秒,金珠就掉出了两百块。 这一刻,小明总算搞明白了,这个金珠存钱罐每天只能使用一次,而且每次最多只能变出两百块。 金珠存钱罐上级到这也就结束了。 接下来,小明会如何使用这个存钱罐呢? 请小伙伴们继续关注小悠的视频。 电影余乐,与你解忧,下次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